大家好,我是爱说话老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文章 文章不大 这是一个欧洲的宝妈发的 这两天神州几号还是 货云分传上天了 对接完事了 油网上也有了 他们当地论坛也发了 然后宝妈就开始激动了 写一篇小博客 询问一下 这一次的中国飞船 上天以后 什么时候开始讲课 花条横线 这才还没忘呢 你知道吧 我前面给大家发过一个 不知道大家还看没看 就是那个有几个 讨厌的宝妈带着孩子 要求这个怒斥美国人 这个不能再抢这个 上太空上课资源了 因为那一次呢 是大使馆 中国驻美大使馆搞了一个 选拔五百个孩子 美国的孩子 然后参与这个太空课程 其中呢 再拔三个四个小孩 我跟大家说过这个 然后呢 让这四个小孩呢 就跟这个太空人对话 哎呀 就那么几秒钟啊 几分钟吧 一分钟吧 哎呀 小孩的激动啊 激动受不了了 然后呢 这就当时就留下一个病根 知道吧 这个 这个没捞着的呢 当然那些宝妈们就不干了 这一次呢 这个飞船上天了 呃 其实咱们是货运飞船啊 那个飞船上应该没有人 但是他不知道啊 他们不明白 他以为那个货运飞船上完以后 是不是就该上人了 你先运货吧 运完货 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吧 然后你后面是不是应该上人了 所以他写了一篇博客 听他怎么说的 我在油管上 就youtube上 看到了中国发射的神舟飞船 太好了 太棒了 祝贺中国朋友 你们又一次成功了 好像你们发射飞船 从来没有失败过 哎呀 我不知道 你们想想吧 不过我欣喜的是另一件事 你们的这个飞船上天以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运送你们的宇航员上天 赶快上天吧 我们都在等着你们上课 这一次要是开课的话 我想我会向你们的住我国使馆 也就是那个大使馆的网站 我去上上面发起投票 我们要联合一些宝妈 要求这一次在欧洲地区讲课 不能再给美国人了 美国人凭什么都占有世界的优先 画条横线 就也就这么多 然后呢 这个听见底下的 这宝妈说什么话 这有一个句话叫什么 什么 唯母 女唯母则刚 是吧 这反正这 我就知道 这当妈的护孩子 这拼了命了 天下长情 你就听见底下的这个欧美网友 怎么说吧 上了一个就是 一个德国的宝妈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也是希望中国赶快把载人飞船发射上去 这一次他们发射的是货运飞船 不能载人 没有人上去的 又一个法国的宝妈 你不知道吧 这一次发射上去的没有人 他们都是送货 可能是准备为后面的宇航员上去做铺垫 一个英国宝妈 是啊 我也在等着他们开课 不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把宇航员派上去 为什么中国人只有这么几个宇航员 他们不是有14亿人口吗 我还那句话 你以为是什么呢 那宇航员 你知道吗 比飞行员还贵 想什么呢 话交上去 又一个欧洲的宝妈 这一次中国要是在开启课程的话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离选 是不是会又选择你们那些 发达的欧洲国家 比如说英国 德国和法国 一个法国朋友 这一点你不用怀疑 我们的宇航员就在上面 他们这一次也许就跟中国人一起上天了 到了天上以后 那样肯定会给我们法国的孩子开课 而且我们的法国孩子肯定有机会和太空人进行交流 又一个法国的宝妈 这一点我绝对不怀疑 我们的宇航员早就在中国那边接受培训了 而且学中文你知道很有趣的 我的孩子也在学中文 我希望这一次肯定是我们法国先跟着中国宇航员上去 然后就开始给我们上课 一个美国宝妈 我觉得还是应该照顾我们美国吧 他们上一次搞得非常好啊 但是我的孩子没有轮上 这一次让我太希望了 我希望中国还是在我们这里吧 一个德国宝妈 我看你们还是算了吧 你们跟中国都闹成这个样子了 你觉得中国人还会在你们那里开课吗 一个英国宝妈 就是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 怎么可能再在你们那里上课呢 中国人哪能这么傻呢 他们也是有一点脾气的吧 一个欧洲网友 是啊 中国虽然是只兔子 但是中国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叫做兔子急得也吃人 那个话条线 兔子急得咬人不吃人 什么兔子吃人 有一种啊 上海经理不住 神兔啊 跟兔子长得一样 那个叫什么 你写下的 那玩意儿吃 还吃虎豹的 然后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我觉得这一次要是中国能够带外来宇航员上天 可能一定是法国意大利 因为还有德国 他们三个参加的最早 一个欧洲的网友 是啊 为什么这样呢 中国选了这么多的项目 要先把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排在前面 我很奇怪 一个德国网友 这怎么奇怪呢 这就是很正常嘛 我们德国就应该排在最前面 这一点不奇怪 一个德国宝嘛 所以我觉得课程也应该轮到我们了 至于说美国人嘛 我觉得根本就跟他没关系 美国的项目根本就没有被选上 我听说他们拿了一堆垃圾的东西送给中国人 说他要搞项目 把中国人的鼻子都气歪了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中国人的鼻子非常容易被气歪 一下子就找不着了 又一个法国网友 是啊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真的很神奇 他们的太空站非常受人欢迎 一个印度网友 我们也正在建造太空站 你们准备在我们这里吧 我们也能开课 我们讲的课比他们要深奥的多 神奇的多 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在上面讲课 就是一种文化的入侵 是一种宣传 他们侵占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一个日本网友 我真希望我们的宇航员能够参与中国呀 啊 可惜呀 有些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吧 又一个日本网友 是啊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跟中国一块上天呢 一个日本网友 我们的项目好像被选中了 不过排行会排到很慢 一个亚洲网友 中国为什么不能给亚洲的人一些特权呢 中国不是亚洲国家吗 一个欧洲网友 为什么中国要给亚洲国家特权呢 你告诉我 凭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放型的大国家 它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 一个英国宝马 不说这么多了 我就想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让我们的孩子上课 又一个德国的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 他们要想上课的话 肯定也是他们国家先上 然后才轮到我们 不过好在我们的宇航员马上就要上天了 好像是分了几个波次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听说中国还要放两次的运输飞船吧 他们后来才会送人上去 应该是在今年的晚些时候 一个法国网友 是啊 现在我们都很关心中国的飞船 你们发现了吗 那些包括马斯克的火箭上天 我都没有听说 一个法国网友 你关心他有什么用呢 五千五百万美元一个人 你又掏不起 又一个欧洲网友 那就是一个赚钱的事 而中国的宇宙飞船 在里面可以搞很多的研究 还能给孩子上课 一个法国的宝妈 当然了 我们正盼着中国马上能够开课 我们的孩子都等着 最好这一次能搞一个 长一点的和太空园的交流时间 一个赛铁的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方面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一个希腊的网友 我们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 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呀 一个西班牙网友 要说和中国关系不错 我觉得西班牙应该是算一个吧 我们从来不得罪中国 而且跟他的贸易非常的密切 一个印度网友 为什么你们总是想着 中国的那个太空战 我们的太空战马上就要上天了 你们就期望我们的太空战吧 一个英国的网友 你们的太空战还是收起来吧 我觉得你们还是先把那些 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好 特别是你们的那条铁路 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一个印度网友 这条铁路不能怪我们 只能怪日本人 他们的工作太慢了 而且规划全是错误 一个日本网友 真的很有意思 你们的那些问题都推在我们身上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一个坛子里的网友 这个小本子就会这样 他们从来干不成什么大事 你想想 他们的铁路才能有多长 一百公里 五百公里 能跟其他的国家比吗 有一个印度网友 反正我们是不会用中国的铁路 他们的铁路有问题 我们坚决不能用 一个英国网友 我觉得你们还是用你们原来的那种火车 我觉得你们原来的那种火车特别好 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们的火车 火车四面就像你们阅兵式的摩托车一样 都是人 然后又一个 法国的网友 不要再说这些了 我希望中国马上可以把我们的宇航员送上去 我希望法国是第一个宇航员 又一个 德国网友 为什么又是法国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德国 因为德国应该排在法国的前面 我们的项目也是在你们的前面被录选的 所以我们应该第一个上去 一个美国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想 不要忘记 先生们 我们女士们 我们还有一个国际空间站 我们的国际空间站还在天上 又一个美国网友 你还是算了吧 那个天空站现在到处露风 如果我们的人上去的话 万一谁又拿铅笔出个洞怎么办 又一个美国网友 那都是贼干的 不是我们干的 贼偷偷的拿着铅笔在上面戳窟窿 又一个英国网友 好像不是吧 我记得贼说是你们捅的窟窿 而且你们还觉得窟窿不大 再用铅笔在上面画个圈 又一个反国网友 是啊 你们总是觉得那个太空站存在在现在 好像已经太长了 总是想把它搞下来 又一个欧洲网友 反正现在太空站已经没有什么可让我感觉到高兴的 我现在很希望中国的太空站再变大一点 再大一点 一个欧洲网友 听说贼也要把那个吊舱放到中国的太空站上 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 一个德国网友 贼放不放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不管 反正我们的宇航员要上中国的太空站 再来一说 我们跟他们不在一个宇宙舱 把舱门一关就看不见贼了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不违反我们联合制裁贼 所以我们只要关上舱门就等于制裁了他 又一个欧洲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道理 就好像说我们在开那个会议的时候 当贼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关掉视频离开会场 只要贼一出现 我们就把门关上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现在很担心的是 到时候中国让你开门 你怎么办 如果你不开门 他们会把你们从太空上扔下去 一个欧洲网友 这个不可能吧 中国不可能这么做 他们最多就是表示一个无奈 一个亚洲网友 那个太空战你们都想错了吧 那是中国的太空战 他们有权决定这一切 那个独岛权可不是美国人 而是中国人 一个亚洲网友 是啊 我觉得中国应该偏袒一下我们亚洲国家 带一些我们亚洲的朋友上去吧 不能老是优先欧美 我觉得中国人的眼睛看得太远了 又一个英国的宝马 我觉得现在还是要谈课程 课程 我不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开课程 一个欧洲网友 就算开了课程 也不知道中国人会不会在我们这里逃选 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而且他们现在也不公布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中国人上一次就是在跟着美国人的脚步 他们就想跟美国人拉近关系 所以在美国搞了500个孩子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不管怎么样说 这一次肯定要是开课就得轮到我们 我们一定得跟他争取 至少说三四个参加项目的国家 他总得给个名额吧 一个英国宝马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的宇航员好像应该也能上太空吧 反正也是排在后面 只要他们能上去 这个项目总得有我们一份吧 一个法国网友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上一次中国人放了一段视频 我看到了我们法兰西的宇航员 穿着中国的宇航服 好像他还说了两句中文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第一个跟中国人上去的 一个德国网友 那个视频里也有我们的宇航员先生 你的眼睛真的很偏 有一个德国网友 是啊 你们法国人为什么老是闭着一只眼睛看事情呢 就像美国人一讲 他两只眼睛都闭着 一个美国网友 喂 我们没有闭上眼睛好吧 是那些白宫的人 他们把眼睛蒙上了 他们不想看中国 因为看到中国 他们就要哭泣 又一个美国网友 是啊 那些倒霉的家伙 一天到晚在上面 不知道干什么 很多事情让他们搞得很糟 一个欧洲网友 很多事情都是你们在捣乱 如果你们不捣乱的话 很多事情其实都很顺理成章 就像我们现在没有东西可用 中国人又没有货往这边供给 一个西班牙网友 我们现在好在火车已经通了 现在班列可以运送到西班牙 至少我们能有一些东西能够使用吧 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现在中国好像是非常重要了 在前面我觉得中国好像非常的讨厌 现在不知道他怎么又可爱起来了 一个印度网友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新的数字化系统 而且我们已经准备用牛粪开始做芯片 你们知道吗 牛粪是可以做芯片的 这是我们最新的发现 而且我们会把牛粪做成一种大型的芯片 它只有0.01纳米 超过你们欧洲美国所有的人 一个美国网友 why 牛粪做成的芯片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 牛粪会不会在机箱里冒烟呢 又一个欧洲网友 哇 牛粪能做芯片呀 真的很神奇呀 又一个印度网友 这是我们最新的发现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份报告 然后提交到美国计算机和科学杂志 一个美国网友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送上去他们也不会收的 这种东西只能当作废纸楼里的垃圾 一个印度网友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是看不起我们印度 印度是一个最大的古国 我们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 又一个印度网友 我们搞的工业化4.0 你们都不知道 比德国的要强 比中国更要强大的很多 一个德国网友 真的不知道你们还有工业化4.0 我只知道德国有 中国有 中国叫2.0升级版 而我们叫4.0 这两个差不多 但是我真不知道 你们有4.0的工业版 一个德国网友 哇 难道说你们的阿琼坦克能开走了吗 又一个德国网友 还是你们那架造了30年的飞机终于上天了 一个法国网友 他们的飞机是可以上天的 只要不掉下来就算成功了 一个印度网友 不要老这么说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比中国要落后一点点 但是我们正在追赶 我们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能追上中国了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真的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这么多的豪气 反正我不是那么想象的 一个美国网友 不要听他怎么说了吧 他们的PPT做的是世界上最好看的 但是他们的事情做的是最烂的 一个英国网友 是啊 他们总是这样 老是觉得自己比中国要高一等 我们都对中国没有那种想法 而他们却好像总是比中国强大 一个英国的宝马 我非常讨厌你们这些印度人 你们那里让我们所有的女人都感觉到紧张 你还是赶快走吧 又一个法国的宝马 怎么会出来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人 你们老是觉得中国比你们落后落后 其实你去看看中国 它比你们强大很多 又一个法国网友 现在天上就两个太空站 一个是大家合作的 叫国际空间站 一个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叫中国空间站 你想象一下 你们印度的空间站 什么时候能上去呢 一个印度网友 我们明年就会准备发射一个新型空间站 比中国的还要大 一个美国网友 你们真的挺有意思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把那个空间站扔上去 难道是用脚踢吗 一个欧洲网友 不他们用牛往上顶 因为他们的牛会飞 一个法国网友 你说错了 他们的牛会吹 你吹他的牛 他的牛就往上飞 然后推动他的火箭 然后火箭顶着他的太空舱 又一个英国的宝马 这都是什么呀 好乱呀 我就想问一下 中国能不能再开课 我们能不能申请 有一个欧洲的网友 不知道中国这一次怎么想的 也许他们现在会想到哪个欧洲国家跟他的关系不错吧 一个欧洲的网友 如果这次中国能够带着几个外国宇航员在他们的上面 就是我们这些宇航员 那么他们在上面再学一些外语就好了 让中国的孩子也知道知道欧洲的语言 一个德国网友 你想错了 中国的学生学的有很多语言 包括德语 法语 他们都会学的 有一个英国的网友 我知道在中国是必须强制学英语的 不然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有一个欧洲网友 这听起来是个笑话 如果不学英语 他们连学都不能上 太可笑了 有一个法国的网友 是啊 他们为什么不强制学法语呢 法语母族会比英语好说多了 一个德国网友 我觉得他们应该强制学德语 德语才能让他们的制造工业更加强大 而学英语有什么用呢 只能被美国制裁制裁制裁 有一个英国网友 是啊 我不知道中国人那么喜欢英语 要知道是那样的话 不知道他们以前为什么要把那些英国人赶走呢 一个英国人 我觉得中国人非常喜欢英语 因为他们觉得学英语非常高尚 也非常伟大 而学别的语言 他们都看不起 一个印度网友 中国的英语不如我们 我们印度才是真正的英语王国 我们的英语是我们的一种主要语言 所以在中国没有几个人会说英语 而在我们印度几乎所有人都会 一个亚洲网友 你们那里其实连写字的人都不会有多少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总是好像觉得比中国要高一档 然后又一个德国网友 不管怎么说 现在中国也有人在学德语 只不过很少很少 但是我希望以后他们的德语 也能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语言 一个法国网友 现在我们知道有不少国家也在学中文吧 一个英国网友 是啊 在英国有很多小学都在设定中文课程 而且还有一些要考试的 这让孩子们其实挺高兴的 学中文可有意思了 又一个英国的宝妈 我的孩子会说很多成语 他说每一句成语都是一个历史故事 甚至是一场凶狠的战争 这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 所以你们不要说中国人没有作战经验 他们的一句成语就是古代的经验 很多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就给大家说到这吧 反正又跑题了 就是他们这个说实话跟咱们差不多 反正这楼啊就盖起来准片 你知道吧 哎呀 这个 不管怎么说吧 真的有机会啊 能开课 我觉得这回别找美国人了吧 是吧 能不能给人家欧洲啊 或者亚洲点机会啊 因为这个文化输出嘛 这还是要做的 对吧 你们怎么想呢 可以写在下面啊 支持我王长点赞 欢迎订阅我的观众 谢谢大家